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违法滥前监听 要由谴责机关依法调查 并非我们立法委员说了就算 况且根据调查的结果 自96年迄今 检察机关总共监听了立法院的总机14件 其中96年民进党执政的期间 监听立法院总机有打11件 人民认为难道这11件都是违法监听吗 对于所谓的黑箱服貌协议谈判 人民认为一级宪法 外交国防两岸关系是总统的职权 而且严定的马书服貌协议的辩论 辩论的对象就是马总统 并非江院长 况且 服务协议正在立法院审查之中 所谓的诈述操弄合适公投 人民认为 所谓的鸟龙公投 公投法是在92年11月27号立法院删读通过 如果认为是鸟龙公投 当时民进党执政的行政院 为什么没有依宪法的提出来提出复议 何况这次的合适公投的案子 是立法委员提案 经过立法院的一个结议 而且人民认为 合适公投不是在野党长期以来的诉求吗 所谓的理行服务兵役的宪法义务 生存前却未受保障 人民认为 洪仲秋的案 国防部长已经下台负政治责任 况且 依宪法的规定 总统才是三军统帅 所谓的暴力压制抗议民众 人民认为 完全不是倒戈的理由 是把警政署的署长当成了行政院院长 所谓执意调账电价 人民认为 这是马总统江院长的政策 如果政策不符合民意 人民自会用选票来决定 自然就会政党轮替 况且 此次调账电价 有86%的住宅用户 80%的小商家电费 不受调账电价的影响 郑田财 史拉格兆 是第一次担任立法委员 是何其有幸 还是何其不幸 上任迄今仅仅一年八个多月 就遇到了两次倒戈案 立法委员先进给后辈的不良典范 除了倒戈案 还有主席台的霸占 以及主党行政院院长的施政报告 不仅仅造成我们宪法赋予立法委员 施政总质询的权力及义务 被迫无限起的延后 也严重影响 立法院院会审查法案以及预算 我们研定9月17号开议 总质询结束之后 本来有18次的宴会 18次的宴会已经因为主党上台报告 以及这次的导案 又影响了8次的宴会 而8次的宴会 如果我们平均三个案好了 就8三24个法案 这是我们应该要深施的 谢谢大家 谢谢